3万块钱的预算 如何让一台新车落地保持卡验变成不一样的效果 其实我们很多保持卡验车主都在担心一个问题 就当我提出来新款的保持卡验之后 去把我的一个配置变成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甚至有哪些配置我不在原厂里面选 把省价钱花在刀印上 我们2024款的卡验 车主想要一个颜值跟运动的气息 就是品顿Turbo直D这个包围组件 整体的运动质感全来了 包括这个品顿的杠灯 它跟原厂的灯其实真的没区别 有一个车身的一个油漆 搭配了一个哑光的黑色 整体的格栅层次也就来了 我们这个包围组件 它自带一个前唇效果 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一个硕大一个前唇组件 那么它会让我们整个车的一个运动饱满度的话会提高 我们这个Turbo直D包围组件的话呢 还有一个加宽的轮媒 这个轮媒是普通版本是没有的 只有像我们的GTS Turbo直D才会标配这一个加宽轮媒 我们的门板 以及我们这个后唇 完完全全把原车的那些马面质感 全部给没了 我们的Spotty在后唇呢 这是一个突出的一个运动线 普通版本或者Turbo版本的 它都是没有这个的 我们中间这个小小的石板 它也是独立的作为呈现 我们还有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省钱小妙招 像这个尾嘴完全没有必要在原厂里边选 因为原厂选配得要一万零一百 爱合我们把省下这几千块钱换到其他地方里边去 是不是就把这个钱给花在桃源上 但大家能看到这个尾嘴确实是原车方形的尾嘴的话呢 不好看 我们这个深青铜色尾猴拿来跟原厂一对比的时候 它的颜色工艺都跟原厂基本上是一致的 尤其是在深青铜颜色里边体现是比较极致 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两个小角配置以外 其实新车落地的保湿的卡验 只需要花一个小钱就可以让它变得与众不同 大家看完了吧 一起吃的 我们看完这个新车 hus 大家就经常这么一样 您 eerste인�är state 你们那边 起来